港服PSN有一个双倍折扣优惠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截止到3月1号还有半个月 里面有两款游戏还是不错的 首先进入商店 第一个就是双倍折扣优惠 首先是FakeR23 推荐给喜欢足球的同学 左侧219.6港币是PS500 右侧187.2港币是PS400 为什么叫双倍折扣呢 我们注意看 按正常讲 有一个35%的折扣 这是非PS会员的折扣 但是左侧有一个PSPLUS会员的折扣 如果你拥有PLUS会员 哪怕是一档会员 也能享受双倍折扣 FakeR23 PS500 如果你没有会员 只能打一个7折 有了会员可以打个4折 砍掉了60% 刺客信条英零链 如果你没有会员 砍掉一个35% 也就是65折 如果有会员打3折 不过这款游戏 之前入过二等库 估计很多同学都玩了 极品飞车22 这个我之前买了 看不到价格 不过我从网站上可以看到 给大家讲一下 这款游戏 算是新游戏 如果没有会员 砍掉25% 75折 如果有会员 我这也看不到了 如果有会员还没买的同学 欢迎打到公屏上 或者评论区 这个是我给大家安利的 之前也有很多同学问我 我买的是盘 现在基本上算10低了 如果没有会员 砍掉一个38% 相当于190港币 那如果有会员呢 现在是73.92港币 这个是很值得的 说一下这款游戏 现在150港币 也算是10低了 这款游戏 在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是80港币 整整做了三个月的粗敲 那时候我十分犹豫是否想买 但是没买 现在有点后悔 现在这个版本 是包含PS5版和PS4版的 我那时候为什么没买呢 在当时吃鸡游戏 刚盛行的时候 花96块钱人民币 买的Steam版 后来呢 又免费领了iPIC版 至今还未通关 那时候我就想着 在PC上的效果 应该是比较好的 可惜呢 那次我试了一下PC版 从头想玩一下 没想到 按照目前的眼光 已经回不去了 毕竟这是一个 很多年前以前的游戏 虽然经过很多次的优化 但是PC版 我感觉 那个效果还是 比较偏老的 但是这个PS5版就不一样了 它是在去年经过一些重置 虽然不是大重置 但是效果 我感觉比PC版要好 如果还没玩过的成年同学 可以买 有时间玩一下 是一个经典游戏 这是黄友大标课 也是有很多同学问 如果没有会员 是砍掉35% 499港币 现在是230.4港币 我之前没关注过 这款游戏的价格 它是一个PS4版 没有PS5版本 在PS5上是4K30帧 它的光盘版是两张光盘 光盘版的价格 大概是150左右 是二手的 想入的同学 我建议考虑光盘版 这是锐奇与丁当 PS5首发游戏 314块钱的价格 还是不便宜 再等等嘛 这还有一堆模拟器游戏 我之前视频分享过 平均8块钱一个 原价16港币 现在打5折 如果你还怀念这种感觉 可以花一瓶可乐的钱 来玩一下这款游戏 它的模拟器是免费的 双倍折后的游戏 我感兴趣的 可能也就这么几个 如果还有更值得 推荐的游戏 欢迎写到评论区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